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无精子症的病因 平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人际医院 生殖中心,主任医师 无精子症呢,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非耿主性无精症,一个呢是耿主性无精症 非耿主性无精症呢,它是指睾丸的神经功能障碍 也可能是因为下球脑垂体分泌的激素不足 或者睾丸本身受到损伤 导致睾丸生经功能障碍 耿主性无精症呢,是指睾丸的生经功能正常 但是输精管道存在着耿主 耿主呢,可以存在睾丸里面,比如说睾丸网 也可以存在副睾、输精管和摄精管开口部位 常见的病因呢,有几种啊 有感染因素导致的 也有输精管本身做结痂手术会导致耿主 还有呢,就是特发性的原因不明的 以及呢,摄精管开口部位 如果发生摄精管囊肿 堵住了摄精管开口,也会导致耿主 总的来说呢,病因呢,还是两大块 一个呢,是搞完摄精功能障碍 一个呢,是输精管道的耿主 病因不同,诊断呢,也会有不一样 就是后续的治疗方案呢,也会有差异 所以呢,就是对无精子症呢,进行正确的分类 寻找病因,对后续的治疗呢,还是有很大意义的 专家提示,引起无精子症的原因如下 一,非耿主性无精症,高丸生精功能障碍 二,耿主性无精症,高丸生精功能正常 输精管道存在耿主,感染,结扎手术 摄精管囊肿堵塞输精管口等,均可导致耿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